在这个地方回清 清是跟刚才的乘奔 用法一样 这个地方清是指的清水 回旋的清流 回旋的清水 这几个字我们看完了以后 回过头来就可以明白 速托安是描写什么 是描写非常洁白的 滩头流水 洁白的滩头流水 水比较浅的 这是水浅 流极 石多 这样的地方 绿潭就是 大家都读过 朱自清先生的文章 因为水很深 看起来像是静止不动的深潭 这是绿潭 那么它为什么绿 是因为周围的这个绿色植物映入水中 所以这个潭又静 所以是叫绿潭 这个回清是看那个江水 回旋着向前流动的那个样子 那么这个回清实际上跟前面的速端 可以联系起来吧 速端回清 那么绿潭呢 才有倒影 所以在雨衣上 这个地方又出现了病题 好 在极高的山顶上生着很多奇形怪状的柏树 这里这个怪不是奇怪的意思 不是让人不理解的意思 而是奇特不同一般 所以叫怪白 玄泉又是一个定中结构 这个王立先生在中国语法理论里面 说如果是飞鸟 这是一个飞鸟 这是一个指称形式 指称一个客观事物 是不是 如果是鸟 反过来是鸟飞呢 就是一个陈述形式 陈述一个世界 同样这里 如果是泉玄 这是指的从很远的地方看过去 山崖上挂着泉水这样流下来 好像是静止不动的 好像是静止不动的 所以叫玄泉 如果这个面积比较大 就成了瀑布 面积比较小 一股水流这么下来 这是玄泉 形成面积了 这是飞流之下三千尺的瀑布 飞流冲荡于其间 但是下面青蓉巨茂 其实青蓉巨茂是描写四个不同的对象 青是水清 蓉呢 是树蓉 峻是山峻 茂是草茂 所以这句应该是翻译成水流清澈 树木繁茂 树木繁茂 山崖陡峭 杂草丰盛 所以一定要把它们分开来理解 在这样写完了以后 最后作者抒发自己的主观看法 的确确确实实是充满了很多的趣味 这是人观赏的结果 即便我没有圣灵奇境单看 作者的上述描写 也已经发出良多趣味这样的感慨来了 有的同学说 哎呀 麻烦了 刚才我们讲的是树木繁茂啊 怎么这是草本植物的花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荣在 文献当中的使用情况 说圣王之治也 草木荣华 滋朔之时 则辅今不入山林 不邀其声 不绝其掌也 这是荀子王志里面的话 这在礼记里面 也有相应的表述 孟子里面也有相应的表述 草木荣华 荣和华在这里 是同意的 都是开花 草木在开花的时候 还有它在茁壮生长的时期 人们不能够到山里里面砍伐树木 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砍伐他 这是强悍生命 所以古人一定是在秋冬 这个季节才会去入山林 但是刚才我们对草木荣华的理解 还不准确 不恰切 这个有点像 刚才 我们对清荣俊茂的理解 就是这个 朱磊同学 朱磊同学对清荣俊茂的翻译 如果仔细对应一下 会发现是草荣 木荷 草开花叫荣 树木开花叫荷 这个荷字后来又出现了一个 分化字 就是这个荷 花是荷的分化字 这个是一个后起的字 本来开花和荷都叫荷 所以在六朝已至唐代的诗里面 这个 贵华 其实就是贵花 就是贵花 好 下面 奇名要术 这是六朝的文献了 姓史华荣 可见这个地方花和华已经分开了 华是指的开花 所以前面可以加负词史 后面开花的这个结果就是花 我们看到在六朝时期 这个华和荣都可以用来指树木开花了 好 俊 说文解字说是高也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下面我们结合段语财的注 跟大家一起熟悉一下 说文解字当中的一些问题 大家在读说文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段语财说高字的这个上面应该有俊字 所以按照段语财的理解 说文解字应该改成是俊 俊高也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说文解字 为什么没有呢 是在转写的过程当中 夺之耳 夺就是托 夺就是托 丢了 写丢了 其实从这个字形上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夺字本来就是指一只鸟从手里面飞走了 下面的寸就是手 所以夺之就是脱落了 高者虫也 郡者翘高也 因此这个郡指的是 这样一种直上直下的这样一种高 人们看着就很高 这叫做郡 反抖上 越翘 这个抖的形状 大家知道是上大下小 因此这个面 第二这个侧面是这种不是臂力了 而是翘力了 同一高而有微高 俊高 油高 短而高 胃高 大而高之别 通过 通过许生的这些 段语才的这些注释 我们就知道 许生在解释不同的高的时候 不同高的那个词的时候 使用了什么 微高 俊高 油高 短而高 胃高 大而高 这些都是许生的话 比如说古人对高 使用了很多不同的词 去表达 最后这个帽子 帽是草木圣帽 我们来通过具体的例子 检查一下 许生的这个说法 说事故指地章 而公始至焉 林木帽 而斧金至焉 林木帽 是指的树木帽 好 庄子行于山中 见大墓 枝叶盛帽 这是树木帽 四月草帽可烧灰 到了中古 这个 帽可以用来形容 草长得非常茂盛了 也就是说 前面刚才我们分这个荣和帽 一个是指树木 一个是指帽 是在这个特定的语境当中 我们给它分化开了 其实呢 如果是从这个源流上来讲 这个荣 应该是指草木 是指这个草 而这个帽 而这个帽 是兼指 草和木 而更多的是指木 而不是草 但是在中古汉语当中 荣和帽的这种区别 已经逐渐的 混了 好 我们最后看一下 这个 这段文字 美智 晴除霜淡 临寒 剑素 常有高原 长效 竹饮七异 空谷传响 哀转九绝 故语者歌曰 巴东三峡 乌虾场 原名三生 泪沾商 这里边 我想文字上 好像串下来 对于各位来讲 不存在太大的困难 这个美 就是表示 经常后面的事情 是经常发生的 每当到了 这个雨后出情的时候 或者是 这个夏霜的早晨 树林里面非常寒冷 整个山间之间一片萧瑟 经常会有在高处的猿猴 拉长了声音提叫 这个主饮非常凄凉特别 课本上说主饮是主饮饮调 为什么 对不对 这是留给大家的作业 主饮 课本上说是主饮饮调 对不对 为什么 空谷传响 空荡的山谷当中 传着高原长孝的回声 响的本意就是回声也 发出一个声音 发出一个声音以后 遇到一个阻障物 然后再返回来 这叫做响 很悲哀 那个叫声很悲哀 很婉转 久久才消失 所以打鱼的人唱到八东三峡 五峡场 圆明三声泪沾上 我想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在这个讲这个课文的时候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引用说文来逐一解释其中的字词 从这个字的结构到它的本意 有些同学会问 是不是我们对读古文的时候 要这样去读 这样读的话 一篇文章要花费的时间太长了 而且有没有必要 有没有必要 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考虑 我们下次也请一位同学 来就此发表他的看法 好不好 好 今天就到这下课 感谢观看